民进党因赵介佑事件深陷染黑风暴 党主席蔡英文7号召开党部主委会议 在会议的过程中 嘉义市党部主委黄陆慧受到关注 他日前曾发函指控民进党及民代网美会 短期内拉入上千党员 且还有黑二代入党 这次他当着蔡英文的面 反映嘉义市党员问题 遭英系台东县党部主委刘兆豪阻挡发言 黄陆慧当场呛说 刀都架在我肚子上了 难道要插进我肚子里再拔出来吗 场面一度尴尬 对于黄陆慧反映的问题 那主席也再次的重申 我们落实查核也透过AI等等相关的方法 真的非常的疑惑 中央如何审理这批有问题的党员名单 主席跟秘书长都没有回复吗 您的问题 依照党章党纲来处理 对于黄陆慧反映的问题 蔡英文当场表示会依照民进党的制度来处理 蔡英文还在会中提到 2008年他接任民进党党主席 他不会让民进党回到2008年之前的状况 他宣称 这个家里不是没有大人 我就是大人 他要求党内干部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提出来沟通 他还声称 民进党对内关起门有意见可以沟通讨论 但出去之后就是团结的 而被黄陆慧控诉的主角 英系民代王美慧 则隔空回击黄陆慧 英系民代罗志正当天也帮腔说 民进党排黑相关规章都存在 只是调查部分有现实上的困难 各县市的地方党部 是审查党员入党的第一线 就是要扮演好守门员的角色 暗批非英系人马意味浓厚 而民进党染黑风暴 由台下走上台面 引爆台湾社会的热议 对于蔡英文自称是家里的大人 有网友讽刺说 好个黑道大姐头 有人说他掌管黑白两道 笑傲江湖 唯我独尊 还有网友质疑 黑金就从你开始的 还你是大人呢 大人 蔡英文带头养黑帮 这是上梁不正 国民党及民代郑立文也在脸书发文 同时放了两张图 图一是讽刺蔡英文 一路靠黑道扶持 图二是放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照片 并且随上图说 照片是我家的扫地机器人 AI人工智能 真的只能扫地 不能扫黑 扫黑不需要靠人工智能 靠正常人的智慧就可以了 他批评蔡英文反黑 要演就要演得逼真一点 跟政策顾问黄成国 割袍断义 展现决心 结果蔡英文 根本连演都懒页 国民党及前民代陈学胜 7号在脸书发文称 蔡英文不喜欢处理内务 所以给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专权的机会 不耐烦处理党务 所以造成派系制党 不懂社会事 所以有了黑道之乱 政治扣掉这些 还能剩下什么呢 蔡英文已悄悄被架空 来吧 这些地方是什么呢 和那些地方是什么呢 然后我把二人走了 我可以认为你 但是我可以认为你 我可以认为你